关注斑斑说电影 每天一部好电影 大家好我是小斑斑 今天给大家说一部 我是保姆不是小三的国展电影 欲望保姆 话说大美是一个来北京打孤的农村女孩 可是一名学历二名技能 自己带的几百块钱很快也花光了 为了能够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 大美撕下了电影干上的小广告 然后移民到了一家保洁公司当保姆 晚上睡在这个不足十平米的小黑屋里 天亮后到保洁公司报到 接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一天三十块 大美为了这三十块 心不甘情不愿的来到一栋别墅前 然后在门外听到了一阵争吵 原来是别住的男主人熊娜 包养小财被老婆当场捉住 顿时是一阵拳打脚踢 保安爵告诉大美 里面正在团乱 不方便进去 熊娜得知来打扫卫生的是个小公鸟 就开心的忘了刚刚发生的事情 通知保安让他把人带了进来 熊娜见到如此清真可爱的大美 内心躁动的荷尔蒙那也是直线飙升 然后对大美说道 在我这里打扫卫生 必须换上我给你准备的工作服 而且不百换 换一次一百的小费 还没交过男朋友的大美 自然是不能接受 二话不说掉头就锁 晚上回到小黑误会 弟弟因为和别人打架 被对方要求赔偿600块 大美一听 自己现在都养活不了 哪来的钱给这个不争气的弟弟 晚上睡觉的时候 还梦到弟弟杀了人 跑到了北京 从梦中进行的大美 接到了里面的电话 熊娜指定大美去家里打打卫生 为了能够给弟弟抽到钱 大美无奈再次来到了熊娜家 熊娜也再次提出了换衣服的要求 大美这次没有拒绝 终于脱了自己的工作服 换上了熊娜准备的性感女装 熊娜看到大美出现的那一刻 哗哗的一笑扔下钱就出去了 大美也没有多想 收下钱就给弟弟打了过去 回到公司后的大美 不想去熊娜那里上班 却被怀疑被包养 美好气的说 不想干就辞职 为了能够在这个大城市生活下去 大美没有办法 只能继续在熊娜家上班 才一个月的时间 大美就赚了不少钱 不但给家里打了很多钱 还给弟弟买了一部新手机 看得出来 她是一个好女儿 好姐姐 可是这个时候妈妈却说 弟弟来到了北京 准备投告自己 大美一听顿时觉得压力山大 回到别墅后 熊娜告诉大美 明天不用来了 大美则急在吞吞转 自己挣需要钱 并把自己的苦衷都告诉了熊娜 熊娜一看 实际来了 报警大美就放到了卧室的床上 并答应大美 你的弟弟以后可以住在这里 然后两个人就这样做了 不可描述的事情 弟弟随后也来到了北京 然后顺理成端的住进了别墅 熊娜还请姐弟俩吃了一顿大餐 第二天的早上 熊娜对大美玩起了皮鞭和四咬 大美疼得嗷嗷叫 一把推开了熊娜 为了抚平大美身体上的伤害 从口袋里拿出一打百元大伤 砸向大美 然后抱起了大美走进了卧室 殊不知被民外的弟弟 用手机录了下来 心灵受到伤害的弟弟 跑到酒吧借酒消愁 晚上回到家还对大美说道 从农村跑来 就是为了给别人当小三毛 大美此时也受到了一万点暴击 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了弟弟的脸上 天亮后 弟弟为了显白 带着一个女孩来到别墅 却正巧看到熊娜正要和老婆复婚 回到家告诉了大美 两个人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还没有出门 就被熊娜拦住了去路 并把大美推荐给了另一个老总 弟弟一看 气得是不打一出来 手起刀落解决了熊娜 两个人滴滴重量地逃了出去 电影已经结束了 看完之后小朋友说 女孩一定要懂得自重和自爱 要不然受伤的不只有自己